大概就基本上 应该至少你可以满足 基本的需求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要先建立SS资料库 那SS资料库的话 第一个我们怎么样 把原来的资料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资料 在这个地址的这个工作表里面 那我们 第一个当然把这些资料通通先放在 把姓名到地址这个部分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怎么样把它快速的放到SS里面去 变成资料库 因为Excel现在是工作表 它不是资料库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有大量的资料 要放在Excel其实并不适合 一般会放在资料库 那资料库目前最简单最基本的SS 但你可以用 像微软还有更大型的SQL Server 你也可以放在SQL Server 或者Oracle等等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并且可以把它 再跟资料库连结 把资料取回来 这是第1个 大量资料 尽量还是不要放Excel 第2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会 跟 其他人共用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资料 不止你一个人用 可能 一个部门用 那每一个人都抓自己的资料 的时候 最后资料会不同意 那变成说你的跟我的资料 不一样 那到底我的资料为主 还是你的资料为主 所以会需要有一个后端的资料库 当成是我们的什么 共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资料的来源 那这样的话呢 比较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部分要怎么做 首先第1个 如何把Excel 转变为 SS 其实 因为他们是同一家公司的东西 所以各位在那个 这个这个 在程式集里面的找一下这个地方 会看到一个SS的2007 好像这个这个软体把它执行起来 执行起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如何快速的 把它转变到这个 这个这个 SS 其实 首先的话第1个 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就是 这个这个 左上角 开一个新的档案 那特别注意 SS呢跟Excel 最大不一样 他是先存档 再放资料 那Excel是做 放完资料 再做最后再存档 是 他的 这个流程不太一样 所以第1个的话呢 请各位呢 在这边 把你们的资料库 这个地方他问你说你要放哪里 那你们就放在那个 在 如果你们 范例档的旁边 范例档 你这个我们的 云端范例档里面的话 这边 把它放在 我们范例档的 资料夹里面 那名称的话 就给他一个叫做 看一下 用哪一个比较好 我之前是用一个地址合并 然后前面加上日期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这地方的话加上今天日期 10206 就应该看起来 就应该看起来 然后我们认为 让我们做事 要做事 我们说